阿湯哥在一栋办公大楼的24楼洗窗户 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尖叫 他往外看,看到一个女的从30楼摔下去 但五分钟后,那位女士却站在地上,毫发无伤 他怎么存活的 仔细看看天上 对,是超人 他救了那位女士 看看这张照片,哪里有问题 西瓜不长在棕榈树上 双胞胎兄弟试谈与肯恩努力工作 他们想赚钱帮妈妈过生日 不幸的是,他们设法存的钱不够买妈妈梦想中的车子 这对兄弟非常沮丧 讲好第二天去购物挑别的礼物 肯恩晚上睡不着 因为他想出一个天才点子 他趁双胞兄弟在睡觉 偷偷拿走所有存款朝赌场去了 那是他的幸运之夜 他让金额翻了三倍 到了早上,肯恩把所有的钱放回箱子后睡着了 士坦醒来打开箱子 马上就发现肯恩碰过存款了 他连数都不用数就知道 士坦怎么摸透的 晚上箱子里有大超和小超 可是现在只有大超 凯丽旅行时发现了一座美丽的废弃城堡 他进到建筑里 下了楼 他在拍照时 有人把他锁在地下室 凯丽看看旁边 看到三条通往自由的隧道 第一条隧道里 有只饥饿的大怪兽等着他 第二条隧道里都是蛇 第三条隧道 则是充满催眠瓦斯 五分钟后 凯丽在城堡外面朝着最近的警局跑 他怎么逃脱的 他用头巾当面罩 从第三条隧道跑掉的 仔细看看这些动物 这张图片哪里有问题 左边这只小家伙在听音乐 两姐妹去践行 每个人都带了一盒火柴 耐力把火柴跟牙膏放一袋 雪莉决定把火柴跟指甲油放同一袋 这对姐妹走过森林的时候意外掉进一个大水坑 她们脱身后 雪莉建议生火把衣服烘干并煮点东西吃 姐妹俩都拿出火柴 不幸的是 耐力的火柴上都是牙膏 而雪莉的都是指甲油 两人把火柴放在太阳底下晒干 然后离开去收集柴火 下起雨了 所有的火柴都湿了 但十分钟后 这对姐妹仍旧有办法生活烤纤棉花糖 她们用了谁的火柴 她们用了雪莉的火柴 指甲油干了 让火柴防水 假如你没做到 它就会破 那是什么 那是承诺 苏珊被要求形容儿子 她说 她们都是红发 只有三个不是 都金发 但三个没有 都宗发 不过三个没有 都粉红色发 除了三个以外 苏珊有几个儿子 答案是四个 一个红发 一个粉红 一位宗发 以及金发一位 丽莎是顶尖名模 某次拍照期间 她被发现在更衣室里 不省人士 送进医院 医生说 她是严重过敏反应 可是丽莎回神后 却坚持她一整天 什么都没吃 模特儿的经理很担心 审问了沙利周边的每个人 造型师说 她帮丽莎上妆 而且确实没看到她吃东西 打扫阿姨说 她用有机 无过敏原的产品打扫更衣室 丽莎的主要对手诺拉 说她整天都在看拍照 没注意到任何可疑的事情 谁是罪魁祸首 是造型师 那天丽莎唯一可能吞到的东西 是口红 看看这些照片 哪个人爱冒险 这女孩比较没风险 她坐在二楼 而且下面是泳池 那个男的冒得比较大的险 她坐着的建筑比较高 你看得到天上的云和飞机 你永远无法逗哪个食物开心 蓝莓 因为它总是蓝色忧郁 啊哈 好 我们继续 碗里有五颗柠檬 你拿走三颗 你现在有几颗柠檬 你有三颗你拿走的柠檬 觉罗国王有位非常美丽的女儿叫泰瑞莎 来自各国的四位王子 来到王国希望能迎娶这女孩 于是国王决定要看看他们有多聪明 就举办了一场特殊赛事 泰瑞莎在一个70x70米房间的中央 王子们分别站在房间每个角落的小盒子上 第一个碰到泰瑞莎的手的王子 就会成为他的老公 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或使用任何东西 只能用手和机制 其中一位王子立刻想出做法 娶到了公主 他做了什么 他只是请泰瑞莎过来 然后摸他的手 你在Earth Mars Mercury 甚至Jupiter上都能轻易找到我 不过你在Moon Venus 或Pluto上永远找不到我 我是什么 我是字母R 经理乔治收到匿名简讯 上面说有个强匪刚刚进入他工作的超市 乔治赶到大厅 看到四名孕妇在杂货区 他仔细看了看这些女子 侦测出窃贼 打电话报警 他怎么知道的 右边那个女的是唯一没有购物栏或购物袋的 他把杂货放进自己的假肚皮里 想象你在一个无门也无窗的房间 你要怎么出去 别再想象这个房间就得了 魏太太决定送孙子瑞克一份特殊的18岁生日里 他把瑞克叫进房间 让他看自己的保险箱 然后交给他一个软木塞住的瓶子 里面有钥匙 小乖 这是我保险箱的钥匙 你在里面找得到的钱都归你 前提是你打得开 不过你拿钥匙不能移除软木塞或是打破瓶子 祝你好运哦 瑞克接受挑战 开始思考这个难题 你会怎么把钥匙拿出来呢 把软木推进瓶子里 你就能轻松拿到钥匙了 看看这张图 哪里有问题 这位女士的镜像用错的手拿包包 艾米迷恋上邻居 她去找在地的巫婆莎莉 请她帮忙 莎莉说她会做紫色爱情灵药 在满月的夜晚 莎莉拿了一张写着阿嬷爱情灵药配方的纸 她把所有材料都混进去 除了最后一项 突然间一阵风把配方吹进火炉 莎莉很绝望 她不记得最后成分的名字 不过她确认知道灵药应该是紫色的 请帮莎莉完成工作 她应该加蓝色的成分 当你把蓝色混合红色 就会组成紫色 哈利跟另外三名影片部落客 旅行到一个诡异的峡谷 他们想要做这个神秘地点的影片 他们已经录一整天了 他们晚上聚在火边 但却下起雨来 每个人都进帐篷睡觉去 到了早上 哈利起床 出了帐篷 朝着装食物的大袋子走去 要拿点食物当早餐 这时 她发现食物全都不见了 哈利生气了 她把每个人都叫醒 审问团队成员 阿福说 她整晚都在看星空 阿珍说 她在试图连上WiFi讯号 要跟男友视讯 山姆泽说 她在睡觉 谁说谎 阿福 晚上在下雨 她不可能透过云层看星星 两名学生贝蒂和莎拉 在压力很大的考试之后去散步 他们买了咖啡和糖果 要在公园里找景致优美的地方野餐 突然间 有个戴面罩的男人 一把抓起贝蒂的包包就跑 莎拉和贝蒂追上去 中途 他们看到一个盲人坐在场椅上 他戴着眼镜 还拿着手杖 女孩们问他是否有看到一个拿女生包包的面罩男 可是他说他不可能看到任何人 因为他是瞎子 莎拉很不好意思 拿一颗糖给他 并感谢他的协助 然后他把贝蒂拉到一旁 巧巧地说瞎子就是抢匪 他们需要报警 贝蒂非常惊讶 莎拉为何认定那个人是抢匪 假如他真的是盲人 他就不会看到糖果 威尔的妈妈有三个儿子 弗瑞 彼得 和 威尔 这位毕竟是威尔的妈妈 两位母亲和两个女儿整天都在购物 可是他们只买了六件洋装 这样就够他们一个人两件了 那怎么可能 只有三个人去购物 一位妈妈 他女儿 和女儿的女儿 其中一个人既是女儿 同时也是母亲 他们三个每人买两件新洋装